好白喔 什麼好白 我這個特效還蠻白的 我已經開了屋 嘿 小瓜姐 好白喔 哈囉 哈囉 欸我是不是沒有打標題啊 標題在哪裡打呢 我吃過飯啦 我吃過飯了 欸我忘記在哪裡打標題了 我就不打標題了 好 欸我這次收到 比上次 應該多兩倍的 問題 然後 來看一下喔 大家都喜歡我早點播 現在有比較早嗎 就是 八點半 我上次 我上次是幾點啊 九點半開始嗎 忘記了 很多人問我說 七月十八號的 生日是怎麼過的 就是因為最近 有在參加 全明星這個節目 所以當天當然還是練習啊 因為真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蠻奇妙的效應就是 你就是不太敢休息 你感覺好像今天休息耶 然後大家都還在練 你就好像 少贏加一次的感覺 因為真的很急 每個禮拜 都在錄影 然後項目 一天大概看了也會有大概三個項目左右 所以 你光熟悉新的項目就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一定要加進練習 所以我那天一整天也都在練習喔 然後我有收到大家 給我的祝福 我今天很可愛 他直接把那些東西還有蛋糕拿到 就是 體育館給我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 對 然後很多人都有 然後很多人都有 大家就是 給我的鼓勵跟支持 我都有收到 只是因為之前還沒有透露名單 我都不好意思按讚 或是回覆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有收到 謝謝大家 然後我會 喔對我一定會小心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 運動難免會有傷害 所以其實我在 暖身 跟收草 跟 防護上 我其實 就比較主意 畢竟原子少年還有記唱 演出 所以我一定要上 所以我不會讓自己受傷 大家不要擔心 禮拜六的 7月30號 是禮拜六 禮拜六 我們在大稻埕 煙火有火星的表演 我也會去 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我們 聲音好像 有點變有點低沉 因為今天 有點 就是累 我們可能一早就開始練 擦防曬油啊 我有擦防曬 只是 防曬好像是 防曬香 好像還是會曬黑 所以 就是 還是有黑啊 但我自己是蠻喜歡黑的 不知道 大家 喜不喜歡黑的 然後有沒有 最崇拜 全明星一二三季 有沒有最崇 有沒有最崇拜的對象 其實我真的 很崇拜 曹佑宁學長 他真的是每一個 投資項目 爆發力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都很強 我發現其實你要在 單向很強其實不容易 真的是 除了天賦以外 你真的要花比別人 很多時間練習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 各個項目的選手 真的就是他們 辛苦的地方 可能大家從 小學二年級就開始 練習自己的項目 像我們可能也是 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 跳舞 所以跳舞是我們的專長 但是 在做其他的方面就會 可能稍微弱一點 比較少接觸 所以我覺得 有專長的選手都蠻厲害的 最期待哪個運動項目 我很喜歡打排球 其實認識我的應該知道 我很喜歡打排球 所以其實 我也想要把 排球這個項目打好 而且應該很好玩 我之前有拍過一部戲 在極限時期 然後他就是排球的 我自己原本是打籃中 跟打主攻 但那部戲 讓我接觸到 舉球員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把 舉球員 這件事情 打做好的話 我們就可以 打局隊 等於是有兩個 舉球我們可以 前排的 做攻擊後排來當局隊 那我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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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挺先喔 欸 喜挺先你會 你會 來大道成嗎 拿MVP喔 其實我 當然會想拿MVP阿 但其實真的不容易耶 因為可能 不是每一次的專場 都是喜歡的 Switch 其實我很少玩 遊戲耶 Switch沒有 你知道Max嗎 有阿 因為我後來其實 應該這樣講 我們會 我們比較 欸 在還沒有知道 我們比賽項目之前 我們就是 畢竟前面幾季大家都有 參考值 所以一定會比的項目阿 羽球阿 桌球阿 射箭阿 射擊阿 所以我們只要有空檔的時間 我們就去練射箭 然後其實射箭場有 射箭場的老師教 只是 我自己在練習的時候 我會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可能我的 anchor點阿 還有一些腳步的 動作 就是會很難找到 那個瞄矩 然後Max其實還蠻 細心在教我的腳步站位 因為我原本擺太前面 所以其實在瞄的時候呢 很容易就是 會偏掉 所以他其實有叫我貼到後面 而且我臂場比較長 然後叫我的站位站姿 有時候我可能太平了 其實我可以 一點點前後 對 就是 嗯 後面好像有色的不錯阿 對 所以希望 然後 繼續練習 然後看一下大家在說什麼 大稻埕幾點喔 大稻埕幾點 大稻埕幾點 我知道中午去彩排 然後晚上 放煙火前 時間忘記了 好阿 我也希望火星的可以來看我們 7點30有粉絲回答 7點30 大稻埕我回去喔 好 再看一下 參加全明星有什麼感覺喔 其實現在只是剛開始欸 就是 我的感覺就是 我好像真的變成一個運動員 每天 早睡早起 然後照著三餐 訓練 然後希望能 能夠有 好的成績表現 但從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其實蠻像在拍戲的 就是好像是我現在在演一個 運動員的角色 然後我要把 這個角色給演好 就更可能現在我連膚色都演得很到位 就是 你會一直 把自己陷入在那個狀態 然後覺得自己就是個運動員 所以我覺得還蠻酷 我就蠻像在拍戲的 就是每天有按 有按照自己的課程 去訓練 然後把自己的角色做到 做到 像這個角色 演什麼像什麼 我覺得比較像這樣 所以我現在在演一個運動員 我就要把自己的 所有狀態 變成像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我覺得還蠻妙的 分別覺得 火星的大家的歌 火星大家 先從MAX好了 MAX其實就是一個 成熟穩重 然後很多京劇的男人 就他可能 生活歷練比較多 所以他可以跟我們聊的東西 比較多 黑眼圓早安 黑眼圈喔 其實我一直都有耶 其實我沒有化妝版 就有 可以比較心嗎 然後那個高爾夫喔 什麼 好像全明星沒有高爾夫的 的項目 還沒講完 剛剛MAX 嗯對 成熟穩重 然後暖心 摺眼 然後摺眼 摺眼其實真的也是很妙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很歡樂的人 其實他才是我覺得 原本我覺得 我在對上是當 綜藝啊 歡樂擔當 但其實真的會帶動氣氛 就是摺眼 他其實私底下就是一個 小朋友的樣子 然後很開心 很能把大家的 氛圍抓在一起 然後讓整個火星比較有凝聚力 我覺得他跟俊廷就有點 互相呼應扶持的感覺 俊廷也是就是 畢竟一個很high 那一個就是要嘴他嘛 就是他們兩個 有點像互相在鬥 在玩的感覺 讓整個團體有打鬧在一起 然後俊廷其實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我覺得他很適合主持 主持 他很會抓節奏 很會 我覺得他說話上面是他的專長 然後在表演上其實大家也看到 俊廷是一個 比較把內心放在心裡的人 但是他不會把情緒帶給別人 然後俊廷 成龍喔 成龍不用說 成龍就是火星的小團寵啊 他其實安安靜靜的 其實他都在默默觀察 然後 其實心裡都在笑 都在陪我們玩 但不太好 不太 不太好意思表現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去鬥他 比較去玩他 然後他到後面 慢慢就有 就有來跟 就是大家一起鬧 其實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最後 有讓 那個 成龍跟我們一起做那個加油的手勢 只是剛好沒有讓 大家看到欸 小巴老師嗎 我那天看到小巴老師 差點跟他拍照的 但是 我時間來不及 我還沒有看過 洪洪洪哭欸 然後我看一下 我現在才看到有人說要下午2點 其實比較難 也有可能 都還在訓練 就我對說 喔粉絲很兇 不要受傷喔 全明星粉絲很兇 不要受傷 其實我應該 還好啦 其實我比較 我覺得 我就好好 好好做 我好好做 比賽這件事情 盡心盡力 希望可以像展宇哥說的 更高更快更遠 其他的 反正我已經盡力了 那我就覺得 我幸福快就好啦 所以對 雖然應該還好啦 我覺得 因為我個性應該還好 還是因為其實我在原子太幸福了 原子好像真的比較少 就是很可怕的算名 原子大家都是比較 鼓勵跟支持的 粉絲比較多 錄影彩排 小巴老師我也愛你喔 欸我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看起來就是 真的做 實際做起來真的比看起來 難很多很多 眼淚很多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厲害 鬼哥也來了喔 鬼哥 好 繼續回答喔 錄影有沒有什麼小插曲嗎 欸其實真的有一個欸 其實播出完了 我覺得可以講 雖然那時候沒有播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總決賽在 金星在錄影的時候 不是 魚哥有在 就是騙他們 就是假裝 假裝鬧鬼這件事情嗎 其實真的第一個做的是我們火星 只是那時候因為沒有在錄影 那時候真的超可怕 那時候真的是第一次就是 魚哥自己存心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 俊庭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火星 其實火星的錄音都錄滿快的 所以大家 大家都會 覺得欸時間還夠喔 那我們來玩一下 然後 然後 魚哥第一次放那個聲音的時候 其實進行嚇到 然後後來叫我們去聽 我們也 我們也嚇到 最好笑的是 連那個配唱老師 就是魚哥旁邊的那個 真的是 專業的那個老師 還進來 然後聽 然後他也嚇到 然後還演喔 演給我們看 然後讓我們攝影組的姐姐也嚇到 然後最後 然後 Max進去直接 雞皮疙瘩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那天的 那天的那個錄音室 是我們會看不到的錄音室老師 他是分開兩間的 所以真的超可怕 然後一直沒有人 說出原來是魚哥在玩 但那個時候真的很好笑 後面發現的時候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印象最深刻 因為其實我也蠻怕這件事情的 尤其是在錄音室 因為我們畢竟錄得有點晚 所以 有的時候會毛毛的 我覺得那個太好笑 但是因為那時候 比較晚的沒有 沒有拍攝 所以沒有辦法讓 最真實的表情給大家看到 欸小鹿老師 跳多遠喔 跳多遠 你這禮拜天看就知道啦 哈哈 玉琪老師是不是也有來 剛剛好像有粉絲說 玉琪老師來 玉琪老師我好想你喔 現在都沒有看到你 都沒有一起練舞 你這樣好奇怪喔 對魚哥真的很調皮 而且魚哥騙人真的超真的 然後最後最好笑的是 我覺得他將那個 韓國老師一起來騙我們 就會超像 因為韓國老師其實也蠻會演的 川佑問你 我輔大畢業啦 我都當萬兵了 有人問我說我輔大畢業了嗎 我也 我現在還 我現在發現 其實25是一個 就是 關卡 我現在在 全明星好像是 就是 年紀偏小的 所以 又有感覺 有被大家照顧 跟 跟 寵 逆的時候 但我發現 欸 其實不同階段 不同年齡層 好像都還是有 我原本是從每個劇組啊 什麼都是最小的 然後進原子之後 我發現我變成最大的 雖然我可能也沒有做到 就是 年紀最大哥哥的榜樣 還是很多人在照顧我 Max啊 哲宴啊 對 然後這次進 全明星的時候 發現 我好像又是年紀小的 還算蠻開心的 欸 小瓜 然後 跟滴滴52學姊一起參加全明星的感想 跟滴滴52學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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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因為那時候我們不太認識 但是我知道學姊 然後那時候剛好有 一起 在測試賽前 剛好我去大同訓練 也有看到她 然後 當然就是跟她聊一下 她也會跟我聊 就算比賽的樣子 然後後面之後 剛好有 有幾場表演 有剛好一起 那時候在 ATD的時候 她也在我們前面 然後就會覺得 哇她也蠻辛苦 因為最近也出新歌 她也要宣傳 然後也要全明星 就會一起 聊一聊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可以分享 你表演上面的 東西跟訓練上 的分配 欸 可是 一起當忙內 但還是有比我更小的 欸 孟偉有來喔 你今天在幹嘛 俊庭 但我 大家都叫你 但是我沒有看到 你們的那個 俊庭準備好 俊庭還真的準備好 她連通告都 她連通告都 就是 看得很仔細 有時候我們都忘記 通告她都會提醒 參加全明星運動會 會緊張嗎? 超緊張啊 真的 我想 你站站 從體育館開始走出來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我真的是體育選手 我真的要來比賽 好像在比什麼全中運 全大運一樣 然後大專輩那種感覺 蠻恐怖的 而且場地超空曠 然後你就覺得自己 還蠻渺小的 那時候還蠻緊張的 但只要槍聲一下 或是一預備之後 就 就沒有那麼緊張 就跟跳舞很像 就是 你在後台 standby的時候 因為是最緊張的 然後上台之後 放音樂之後 就會好很多 我擅長的運動喔 其實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就是 會跑 會跳 然後有基本的體能 然後有基本的協調性 所以 有沒有擅長什麼運動 我原本覺得我好像應該都蠻擅長的 但現在練起來好像 每一個都還可以在加油 就是 真的每一個專項都有專項的 的精髓仔 其實不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我們就真的只能用自己的本能 跟自己的 協調去處理 全明星跟原子哪個比較累喔 陳俊庭有來嗎 我沒有 我沒有看到你耶 然後火星之後會出團眾嗎 應該超好笑 那這個你就要混戰歌了 你們可以敲啊 我覺得應該蠻好笑的 只要有 有 其實火星每個人都有自己 自己的定位 只要戴在一起的時候 剛剛卡住了 俊庭很暖心 小 小黃冠欺負誰 小黃冠欺負誰 欺負炎炎吧 小黃冠欺負炎吧 老大今天 老大 老大 老大是 今天的俊庭竟然是暖心 但當今天俊庭怎麼了 小黃冠欺負擎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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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聽說就是俊廷 就請大家幫我加油 真的謝謝 好 戰火星群是不是 我等一下會去看 我叫 佩玄 佩玄你好 我 我頭髮很亂啊 最近就 比較稍稍沒有在整理我的頭髮 好啦 我繼續回答 好像這次的問題還蠻多的 我再看一下喔 怎麼會想參加全明星喔 其實我前面幾季就還蠻想參加的啊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 比較愛運動的人 那時候也會 那時候其實大學我也是自己 偷偷報名了體育系 然後後面才跟家裡講的 因為我還蠻喜歡運動 我其實之前除了當男團以外 我很想當運動選手 體育生 但是等 進體育系的時候發現 欸其實沒有 你還是不會當體育生 因為這些體育生都是從 小學 二年級三年級就開始訓練 當你進去已經太晚了 我們可能只是 了解 所以 也還是沒有當過體育生 但我覺得這次來全明星 真的有像體育生喔 有像三餐的訓練啊 然後體能啊 各種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走這樣好像蠻好的 你可以體驗 不一樣的原生 就像我說的 就跟演戲很像 就是你不管演什麼角色 你就可以當他 好 Darren哥 Coco嗎 是不是很累 有啊真的蠻累的 欸 妖人喔 欸這裡也有問題 是不是 7月30後面後 7月30後還有活動嗎 有啊我們 8月還有兩場演唱會啊 我最近很多人說確診 其實 真的確診後你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真的就是好好休息 讓這兩個禮拜 是當自己放假 然後把自己的免疫系統 養好 然後多喝水 早睡覺 其實好得蠻快 大家不要怕 就是 當一個可以讓自己 休息停機的時候 好 浦陽未來有什麼規劃 其實我這半年 就是先把全明星做完 因為 好像很難再抽出時間 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會把 原子的各種活動 我當然還是可以 並行啦 但除了原子跟全明星以外 我之後應該 這個半年我應該不會 不會想其他的事情 但等明年後 當然看看能不能 火星能不能出道 沒有啦 如果火星沒有出道的話 其實我也想拍戲 其實我覺得火星不會滅 就算沒有出道 我覺得火星也不會滅 我覺得就是 大家可以 就是 單飛不解散 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當 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我們火星的人還可以聚在一起 有啦 我有敲完 我有希望跟詹哥說 然後 然後 其實 其實訊息蠻多 我後來發現很多都是生日祝福 真的 謝謝大家 想不想演舞台劇喔 其實我想耶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現場的感覺 因為舞台劇啊 唱跳 都是你台下有觀眾 你可以馬上得到回應的 所以我很 我比較喜歡就是有 現場有回饋的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舞台上的表演 所以我當然會 想要演舞台劇 欸 沐昕姐 怎麼邀人家直播啊 我聽出道 為什麼會想學跳舞 欸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我為什麼會學跳舞這件事情 就是 其實 最早一開始是因為 我比較好動 就是我還蠻 過動的 然後 就是家裡覺得我可以 消耗我的 體能 我才開始先去從 溜冰開始 就是我 原子少年首錄的那個 表演 就是 輪舞 然後溜一溜之後 其實那時候還蠻妙的 在大安森林公園有 中間一群人穿著流冰鞋在跳舞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接觸了 街舞這件事情 然後跳著跳著之後 為了想要專演輪舞 才開始去進修街舞 然後越跳就越喜歡 就一路跳到了現在 對 我不知道我們真的想要 好 最近 最新火星群都九九家 浮陽真的 浮陽真的 浮陽我悲劇了 喔! 姐你不是去爬山嗎 沐昕姐 怎麼樣 還好嗎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欸其實我 我也很想去爬欸 像 可是我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不知道我自己會不會有高山陣 因為我之前我妹妹有去爬過嘉明湖 然後 她好像上去的時候就會不舒服 但我自己沒有爬過這麼高的 沒事沒事下次再一起直播 對 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人生一定要找一次去體驗一下 去挑戰 欸 Taren哥 好 等一下有點窮 等一下喔 我在講 我等一下用你打球 打球 欸你是不是 那個 在那個中和那裡打 對啊 對啊 欸因為其實那時候也有很 有人邀我欸 那個 梅哥 打球他們是不是也都去打 對啊 那個 阿門應該有問你吧 對啊 只是 我明天也是一早就訓練 所以我覺得 晚上 你們打九點半 那你九點還在家 沒有啦 應該是 應該是十點多啦 應該是十點多 應該是十點多 我們說十點多 打到一點多 後來發現原來一定喜歡打排球 欸 之後真的是可以一起打 聽說你們好像都蠻厲害的 有些 鑽長身 對啊 我每個禮拜都打 好啊 找你們訓練一下 有啊 那個 如果排球要訓練的時候 阿門應該會 那個 來主究這件事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的分隊現在是什麼 所以 我也不想要為難他 所以我就沒有多問他 我們喔 其實我覺得不管我們分隊 大家有資源應該會互相問吧 會三隊一起練排球嗎 不知道喔 不要講那麼危險的 沐星居然不少欸 剛好有個粉絲問我 我順便一起問你 好 他說你最喜歡火星的哪一首歌 我 嗯 你不會火星的歌沒有聽嗎 我想 我想一下啦 你不會說 我只喜歡萬鈞 欸 我會先發言 我最喜歡火星的哪一首歌喔 還是你不知道有什麼歌 有啊 你們那個出 情星出現是Countdown嘛對不對 然後 後面的 欸 你們 你們那個 那個 叫什麼 家 家綺開場的那一首是什麼 喔 萬萬不可 萬萬不可 嗯 萬萬不可的引力 那首是我目前最喜歡的 對 而且他真的是越聽越好 其實那時候拿到demo的時候 我覺得這首歌 聽起來就是 嗯 OKOK 沒有到我那麼喜歡 然後發現他越聽越醒了 越聽越醒了 有可能是後面那個 Max跟成龍正他也會唱 對 我聽他做demo的時候 是覺得嗯 好聽的歌 但沒有讓我這麼 眼睛一亮 但錄完音出來 哇 我超喜歡這首的 然後每個人的那個 而且這首歌 老師有調我們的口氣 讓大家都比較一致 而且我覺得這首是 那些都有了 這首是 跟其他手比起來就是 表演的層次差很多 就是從開場 然後到唱的分配 也差很多 欸 但這首是火星 唯一一支可能 舞蹈的動作少一點 比較多表演的歌 在裡面 要不然其實火星的舞 也是跳得蠻多的啊 對 是不是 我也好喜歡這首 這應該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因為我是比較不懂跳舞的人 所以如果 如果那個就是都是以舞蹈為重的 我比較不會記起來 或者是比較不會印象深刻 不像一行比較懂跳 然後像這個 那個跳舞的分配 然後還有那個唱歌的分配 很明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它很有層次 而且你知道 因為這首歌啊 所以大家在網路上 有發起一個快樂交替 我知道 欸那個發起之前 我完全沒有發現這件事欸 沒有 我沒有 不要說 不要說你們 我們自己火星都沒有看到 粉絲 粉絲不去截圖 我們根本沒有看到 因為其實成龍的 位置跟移動的方向都是對的 你不會去看到他的腳在做什麼 對 而且就是 他感覺就是先忙著走位置在說 然後 他跟我們說 他好像是走錯腳 所以變這樣子 但是我後來看了那個 我們舞蹈教室版本的 他也做一樣的 他跟那個誰 他跟那個藍地的那個 我才看到 對 然後後來我跟河本有拍一個啊 有 你的我也有看到 葉一豪說他跟沐昕拍一個 我現在等他 好 那應該就是由沐昕來負責 快樂交替部分吧 其實真的蠻可愛 欸其實 其實真的大家 大家不弄 大家都不會發現 我覺得大家 大家那個眼睛都很利欸 因為他真的是 因為大家會去看那個直拍啊 而且真的是 但是有粉絲講 剛開始開場的時候 大家 因為佳琦的開場 你很難轉移目標欸 而且佳琦玩的時候又接你嘛 對不對 就是 真的沒辦法注意到 旁邊的那個走位 欸 他真的很適合 這真的很適合沐昕欸 因為沐昕跳舞也是這樣 就是他 沒有啦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看沐昕跳舞啊 他上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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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撞到好像沒事一樣 下半身趕快走 沒有啦 那時候沐昕姐跳開場舞也跳得很好啊 欸你人真的很好欸 欸沒有真的真的真的 你們都會跳舞啊 只是 只是你們 他對自己有信心 真的 轟隆隆 轟隆也是 目前 轟隆真的是 我覺得原子裡面 舞蹈進步 最 最多嗎 陳龍剛開始是完全不會跳舞的嗎 欸他真的完全不會跳舞 他是 很厲害欸 他厲害的一點是 讓我覺得他厲害的一點是 他完全不會跳舞 但是他可以把動作模仿得一模一樣 就他可以記得所有的動作 因為一般其實不會跳舞的人 你要記動作很難 是因為 你不知道他的那個慣性 但他可以把他先 做到一模一樣 然後 角度一樣 之後 再去跳舞蹈的感覺 那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是超級超級努力 那說不定他其實 之後就會變成跳舞很厲害 會嗎 會嗎 我覺得會欸 因為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 他是有天分 然後 會努力的人 其實 我覺得他好像 他好像 有觀察啦 他看起來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那個 畫很多很張揚的人 可是感覺就是一個 可是感覺就是一個 他都是默默笑 然後默默在那邊 就是 就是 好像表面上好像沒有跟我們融在一起 其實他完全知道我們在幹嘛 連我們可能下一部他都知道 所以他其實都是 都是心跟我們在一起的 只是你看看很多梗塗 他都一個人在那邊這樣 然後大家都在玩 可是其實他都在 嘴嘴笑的默默玩的那種 很可愛 而且我上次 那個 上次發現他有追蹤我IG 我很驚訝 心裡很開心 對 對 對